好,那我们先回来,我们讲一下这个美国援助罗兰 我们讲到155口径的M777榴弹炮 我想很多网友都想听我们讲的 这个M777A2榴弹炮,说起呢,三文卿 M777这个就是A2,现在去到 台湾的电视节目都很高兴 A2很高兴,他们说美国佬真的好 把我最强的版本给了乌克兰,你看他多吃乌克兰,最强的给他 其实我查回资料,美国佬现在全部都是A2版本 因为A1是加了一个数码的火控系统 以前就是用很简单的光瞄系统,A1就加了数码火控 A2其实是一个软件的更新 主要update完就可以用这个Excalibur 我们讲这个神剑,打了40公里 超级准的炮弹 所以美国佬其实送,为什么美国佬送A2呢? 因为它全部都是A2来的 大家在旁边都跟过来讲说,台湾的节目都是乱卖 整天都在 应该我 这些ide 2适合我,不用算数 我最厉害的 也不用你打的都不用你打的,你负责上购的 托起那个有100磅重的 Martin 你那时候是否托那个人? 我玩一下,我就是那种喜欢什么都试骗人 那种东西很强烈的 我觉得整个炮就是捅那种炮进去的那个 那支杆很过瘾的形状,很有趣 特意弯着,因为是弯的 因为大家看到,它进去的口很难在下面捅 所以它特意弯着,等可以捅那种人去捅 百米冲线,有一只捅下去 是的,我觉得那支杆很贵 设计很棒 这个MG-A2是很厉害的 如果现在升级版真的去攻击 第一,有GBS的全球定位,大家知道 可以射到M982的神剑Escalibur 甚至乎如果将射程可以捅到最远 它有个说法就去到70公里了 就算你去不到,你说的是560都很厉害 其实40公里呢 薩文宁,这个也有一些标志性 40公里 40公里很夸张的,因为我们看回 等一下给大家看的数字 就是已经是远过俄罗斯的火炮 或者是它那些自走炮 都射程给它远了 那就变了现在,这些M777 入了之后呢,乌克兰开始 又在射程上的压倒性的火力了 那由于压倒性火力就变成了什么呢 大家看一幅图呢 就是比如说俄罗斯 最多可能比说ES-19 这些自走炮 打到18英里 但是问题是现在M777 如果有神剑Escalibur 是可以打到差不多25英里 那就变成了乌克兰打到你 你打不到它 那就大会了 每次俄罗斯一下子被人打中 法国有这个偵測到 有乌克兰的火炮之后呢 它因为打不到它 它被迫着后退 还有它有后退 我们在说40公里的后退 要不然你在这个范围内 你很可能会被人打中 40公里其实很远的 大家看看 40公里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而且别人不单止是打你 它是可以打中的 才会被人害怕 当然Escalibur的数量 我相信也不会很多 但是问题是 它也不用打你太多 打你的弹药库 打你的头车 那你就怕了 那你就开始向后撤了 昨天看到有两个M77的战果 一个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到 一个就是说 有些俄军用浮桥过河的时候 看到有一部分的军队 一些车过了河 等你的车过了河之后 就先炸你的桥 然后再炸你未过桥那堆 就迫着你那堆人 就要汽车游水 去到另外河的对岸走人 这个很明显是 烏克勒做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战果 第一就是说 我阻挟你进攻 第二 你的车未被人打爆 我可以立刻去用 这个就可以补给自己的 armor vehicle 的 fleet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昨天在 Karkiv附近收复了一个村庄 其实新闻上很少捕 但是昨天看Sky 他就是说这个村庄很重要 为什么呢 这个村庄拿完之后 它是可以在上面部署火炮 就可以攻击到进攻 ISM 是不是 ISM E9毛 E9毛 它是部署火炮之后 它是会襲击到E9毛的补给线 和那个 ammunition dump 在射程范围以内 应该就是这幅图 你说的村庄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 因为它我们刚才说的40公里 其实是很恐怖的一个范围 它刚刚好就可以 在Harkiv的东北面 就可以有点像蓝腰截断 E9毛那边俄军的补给线 大家看这幅图可能会好些 它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就变成了它可以笼罩这些铁路源线 其他的那些公路 那就变成了E9毛的补给 一定是这样下来的 对不对 是啊 E9毛的俄军的补给线 就已经完全exposed了 在这个炮火之下 它在E9毛 一是弹尽量转 一是就要迫着撤退 那在邓巴斯的钳形攻势 就会被压解了 这个 还有我现在 稍后再说 我现在发觉它在 乌克兰在顿巴斯那边 它有些好像在引领俄罗斯 再向内陆再深入一点 接着再切它的补给线 这个很明显是 乌克兰近期的战略都是这样打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说回我们看M3条7 哇A2很厉害 小喇叭 每一架都是A2 这个是其中一个 它其中一个阵地的炮弹 马兄应该都是M795 是啊 那应该有M107或者M795都有 还有大家看到它都是撞击人线 是一般的人线 暂时没看到我们说的M1156 可以作这个GPS导引的 那个正确导引套件的人线 希望之后可以看到 但是你看看它 哇很多炮弹 真是很踏友 哇 所以现在90门这样过去 真的现在慢慢去推 所以哈尔科夫的战绩 就很明显 大家没发觉哈尔科夫 被人围了六十多天 真是最后这10天的反攻 真是很刺激 整个逐条村 这样逐条村 一打就收了 又准又远 这个真是俄罗斯的火炮覆盖 真是搞不定 而且它杀伤力很大的 50m的M795 是 那个范围很大 你要问以色列 买那一架给他 你要听我说的 是 以色列那枝榴弹炮 不是 那枝榴弹炮 那枝榴弹炮 是 你也有说的 很恐怖 那枝榴弹炮 一炮等于你五架 M777一起齐飞 那枝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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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枝榴弹炮 可以同时到达 那枝榴弹炮 这个枝榴弹炮 好恐怖 那枝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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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准备这样 是啊 但我们快点 大家想看爆炸 对吧 哇 哇 我先炸下去 大家看到 那枝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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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到那枝榴弹炮 看到那枝榴弹炮 他的dispersion很小 我看到 他没有完全炸中目标 他在目标大概附近几米 但这个就是Escalibur的威力 如果他真的用Escalibur 隔壁炮也很大 50米 都复杀了 死定了 死定了 而且射程比你 俄罗斯的自走炮 说实话 你的射程和M777没得比 即使是差两公里也好 都够了 够了 差500米也死了 大家看看 最重要是看什么 看冲击波 看到吗 整个冲击波这样散出 哇 哇 哇 有人真的搞不定 这件事 真是 你不是有 你不Exposed 都不行 你旁边是那些AMV 你都死了 真是 所以真的 打到不用Exactly重 少少你都死了 真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Shell shock 第一次世界大致 到现在的一个心理病 现在被人叫做PDSD 一开始叫做Shell shock 一开始有这样叫做 那其实你看完这片就知道明白 不是那些军人的心理水准是差 其实他们如果做了专业军人 应该都不会特别差 那Conscript就惨了 那其实你看到这样的 一天这样炸起来 你真的很难不Shell shock 所以我觉得情有可原 是Shall shock 我觉得对俄军人 就知道这张照片 是最代表他们现在的心情 哇 这次真的陷队 真的陷队 真的不是开玩笑 人家打得远过来 打得准过来 兼且人家有无人机 教正炮 对不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打不中吗 不要紧 歪了一点 接着三炮齐发 接着就整个面子了 你真的走不了的 真的 所以上次我们说过阵地 那个四十多飞 中了 那次那个都一个很好的 一个打中的指挥所 打到他二百人伤亡 那次都一个很按例的 是 那网友问 一般多少门M777 作为一队 按照美军的制式 美军制式一个炮兵营 是十八门炮的 有三个炮兵队 每个炮兵队六门 那我想乌克兰可能 我暂时不知道 我猜 其实他三个炮 唯一的炮兵队都够了 可以分散一些 我那里也是 够了 够了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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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知道 美国的炮兵队 它的装弹药 是比俄罗斯的 它的爆炸威力是比俄罗斯的 而且 也是那句 它打得准 俄罗斯那些是浪射 分分钟那些 不差率 退到百多二百米 你打都没用 但问题是M777够准 所以你只要靠正了之后 你狂吹过去就行了 是 找到range最重要 是 应该比美军多一门 如果Royal Artillery是四门 通常都是一个 division 通常都是四门 然后再加后面有 support 的armor vehicle 用来做弹药 弹药就不放在前面 放在远一点 如果Royal Artillery 和美军有点不同 又是M777的 不是M777 Royal Artill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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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用 那些全部都用M777 他们很容易的 英国 雖然BAE出的M777 但英国自己不用的 是 那麽搞的 是 是 是 Marine才是 那麽搭水 和那麽搭水 那麽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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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也是用M198 那麽搭水 是 是 屋里他那麽有钱 然后咱个質量 也 sank 那些 你 solamente在其他地方斷 比方说 直方机 就是網絡战 是哪些 更大 那些 你如果是这麽想 Marine不够货 你也可以向黎君取 没ución 是 很我们小看 鹿下的 pequen 你只能把 Writing 戴倪 有什麽 那就来拿 我看回 他们好像有新闻说今次送进去的M777 是由好像是六个不同的美国州的部队的仓里面拿出来 接着送过去 还有我们之前说过他送了20万发炮弹 20万发炮弹对比起大概我当你100门炮 就是每一门炮打2000发 我开初以为2000发对炮管损伤都挺大 但后来看回原来不会 他们当初测试的时候每一艘M777的炮的测试 就已经超过3000发 Marin试过在阿富汗和敘利亚那边 都有试过急速快打 打到那些炮管堂线没了 直接打到作废那支炮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说 好像是三个月里面打了万多发的 所以大家有这个数据就知道 乌克兰完全不用怕那些磨损问题 就是出力打 用心打 不要像马卿这样用水潑就可以了 用水潑就玩完了 马卿那些是什么水来的 是不是人体废水 看看啦 如果真的没有水的话你们就知道啦 帮它极速降温啦 说实话降完你用金金拿一支枪来用 喂大哥不是说笑的 到你危险关头的时候你懒得理他 你一支枪跌到屎腿都撿回来用啦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 大家继续期待这个M777的这个战绩 我们经常都说他最好处是什么 你随便拿个难位卡车拖他嘛 你卡车可以去到的地方 他就可以去到的 况且在乌冬大平原 没什么越野能力可燃的 不要紧要拖吧 大把炮弹被心里打 浪射